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美国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 中共将从今日起暂停审批美军间接赴港修整申请 同时对五家关注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美国是根据中英声明中香港自治的地位 而给予香港特殊的优惠贸易待遇 如果中共片面的改变香港自治的地位 美国当然有权利将原先给香港特殊的优惠经济地位收回 所以这个法案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法 而中共针对美国的国内法提出制裁 我只能说中共真是脑子有问题混淆是非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萨斯2号发表声明回应说 北京发脾气没用 在上周的选举中不是美国海军打了中共 是香港人用选票打的 中国网民则在网上留言说 这也算制裁 逼着美军舰停到台湾高雄港去 匪夷所思的决策真是天才 据乐图社报导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我们有成功访问香港港口的悠久历史 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五角大厦发言人戴夫·伊斯特本忠孝也表示 美军对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港口访问是一项有益计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则说 中共的举动不会对美国军事行动产生影响 华春莹还声称 中共制裁着五家美国非政府组织 是因为他们支持香港民众的反送中运动 从事了所谓的煽动港独分裂活动 被中共报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麦 二号发表声明反驳说 中共的指控完全是虚假不识的 是企图转移人们对香港现状的注意力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议员梅南德茨 在推文中点出了中共反民主的本质 他说中国政府的回应是什么 惩罚亲民主的组织 这本身说明了一切 中共制裁美国非政府组织 关怀人权的NGO组织 其实目的也就是希望 民主自由的气氛信息 不要扩散到大陆的内地去 保住中共的一党专制邪恶政权 这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 表示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观念 扩散到中国大陆 将是北京当局最坏的噩梦 新唐人记者陈汉李明周天 采访报道